中國河南新鄉暴雨洪災嚴重 新鄉共產主義渠多處出現管湧 災情險峻 無毒有偶 8年前同一天 施工中的新鄉共產主義大橋發生崩塌 導致兩名工人死亡 據中共官媒《新華網》報導 7月21日12時20分左右 新鄉共產主義渠獲加段多處出現管湧 即細沙除水帶出後 形成孔月集中湧水 武警河南總隊新鄉支隊的100多名官兵 共搬運了5,000多個沙袋 才堵住最危險的兩處管湧 共產主義渠全長192公里 渠口寬80至100米 1958年開掘 據稱是河南、河北和山東三省 發揚共產主義精神共同開掘而得命 2018年 河南省投入15.91億元治理共產主義渠 和與其相鄰的為何 籌考的是 8年前的7月21日 在重建共產主義大橋的過程中 發生崩塌事故 兩人死亡、四人受傷 中國新聞網報導 2013年7月21日10時50分 共產主義大橋藍則 在進行框架咸頂板灌注工程時發生崩塌 雖然現場施工人員說 前幾天下雨導致大橋崩塌 但官方通報稱 事故是一兩水泥灌車 和起重機發生碰撞後側翻 導致共產主義大橋部分崩塌 共產主義大橋位於新鄉市和平路不斷 1959年9月動工興建 1960年3月建成 2009年8月被有關部門鑑定為危橋 之後拆除重建 崩塌事故發生在重建期 而民間官方公佈的死亡人數有爭議 2013年8月 鳳凰衛視的鏗槍三人行 曾評論過新鄉共產主義大橋的崩塌事故 香港作家梁文道在節目中問 好端端的 為什麼叫共產主義大橋 節目中還說 在香港和台北這樣的地方 不會用這樣的名字 台北的名字中 都是人義人愛這類講究道德的詞